好 再来关心惯妾落网 首先花莲 英明男子今年4到8月份犯下了6起妾道案 先是在4月份带梯子爬到明宅去行妾 5月时又爬到餐厅2楼偷了2万块钱 后来因为犯案的机车车牌被警方试破而落网 而另外在新北市板桥则是有一名陈姓男子 潜入娃娃机台店偷零钱箱 台主透过监视器报案也成功带到人 男子从货车里拿出橘色塑胶桶 放在地下垫高 一脚踩上去后双脚拉着2楼屋檐 像蜘蛛人一样爬上了围墙 捏手捏脚闯入室内还不停翻找电视柜 另一个监视器也拍下他的踪影 扛着梯子摆在明宅外的围墙 东桥西桥要瞧好角度 原来这名男子不安好心 爬2楼跟拿梯子都是为了要偷窃 同人于21日发现一部停放路编制机车 金炒为失窃之车辆 所以附近埋伏 剩犯险牵车欲离去之际 当场埋伏 警方表示这一名嫌犯是个贯切 从4月到8月中共犯下了6起窃盗案 为了不被追查还更换车牌 但最终还是被试破招逮 而同样也是贯切犯案 发生在新北板桥娃娃机店内 8号清晨4点多 一名男子蹲在机台前东摸西摸 不一会就拿出零钱箱搜刮里面的铜板 手法熟练 偷钱还没花就被打 因为嫌犯刑切的当下 已经被台主用及时监视器 看得一清二楚 马上报警抓人 据了解这一名嫌犯 至少犯下了4起娃娃机窃盗案 他公称是因为缺钱 生活困难才刑切 但再多的理由都无法逃避 即将要面对的刑则 记者花莲新北综合报道